今次个股推介是安踏2020 经济日报投资二华早选选原因 是2023年至今 安踏累积跌了26.5% 主要因为内地消费环境若复苏 行业欠库存压力 市场预期行业去库存接近尾声 短期调整之后仍然有潜力 中长期而言 运动赛道逐渐步入稳步增长的阶段 行业首选拥有多个品牌库存 水平健康的安踏 本理曾早前指引 预期2023年品牌安踏和Villa的销售 呈现双位数增长 其他品牌维持四成以上增长指引 根据彭博综合券商预测 2023年安踏和Villa销售分别增长 11.3%和15.5% 其他品牌增长大约4.8% 表现预料优于行业整体 安踏受惠于多品牌策略和业务持续复苏 未来三年盈利可保持较快增长 按彭博综合券商预测 安踏2023年盈利增长2.9% 去到98亿人民币 2023年去到2025年盈利 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.2% 就要减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